继续回到比赛来看双方的第六局 这杆打载的防守刚好是送了一颗带口球长台 看火箭长台的准度 这杆应该是不太难的 嗯 长台打劲 顶了一下这颗红球 接到了黑球 这杆还是很漂亮的 黑球打进 吃酷弹起来 最左侧边酷的这颗选择了单轿 好 这颗打进以后还是来接黑球的 黑球向上的角度 好 带开球堆 又是进入到了火箭的节奏当中 黑球还有下 还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再给他蹬一下 蹬起来以后看一下 左下方底带还有下 一点一点把这个球形给他拆开 围着黑球来得分 反正因为火箭中间是得了14分 断了一下啊 147肯定没有 黑球打进 黑球打进 吃酷弹起来 这根叫的就是球队最右边上方的这颗 嗯 抄架干是要黑 这是反切左下底了 薄球薄劲 好球 但是黑球没接到 这肯定是接不上啊 转防守了 来看一下这根并没有防住啊 反倒是留了一杆长台给张安达 留下底带的长台 这时候长台能打进的话还是很提气的 因为刚才有一杆长台的失误 给到了火箭机会 好球 好球 长台打进 哎 两库就是走了几库 两库还是三库 要到黑球 这根长台拼的直 血赚啊 嗯 这是要咖啡了 那咖啡叫绿球 绿球有向下角度 吃一库 然后右下底 左下底 这都有下球 看一下啊 粉球左上方的这一颗 连接篮球 这局向着4比2的方向发展了 虽然说火箭 他是拿到了47分啊 但是我们看球形不难 台面也没有死球 蹬下来 蹬下来要最下方的这一颗 这一颗打进 黑球就可以给他考虑归位了 你刚才没有选黑球最大的原因就是 黑球归位影响这一颗的进球 低竿来要粉球中弹 又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好 中弹的粉球打进 右下方底弹 也就是粉球正上方的这一颗 嗯 这个位置 这就接粉球接得很舒服啊 接粉球吃一裤弹起来 特意转到这个右边 看看下一竿怎么接 接中带能不能接上 好 吃库弹起来 看看左下方底弹能接上 再来往右上方一蹬 继续围着粉球来得分 门打稳扎啊 拿下这局 拿下这局 火箭就要崩了 顶了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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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的话 考虑先抄架杆要右下底 因为左下底 这两颗是互相咬住了 给到了一个左下方底带的组合球 肯定是要打右下底的 左下底的组合 这个不太稳啊 好 粉球这就接上了 嗯 叫右下方底带 两颗球是不影响的 互不影响 好 这颗打劲还是来接粉球 最后一颗红球 他也叫到了 嗯 打在一杆长弹实现了翻盘 黑球 打回点位 好 进入到收场阶段 打载也是将场内比分 反超 现在我们看 只有咖啡球没有在点位 当然咖啡球也是活球 嗯 绿球叫道 打进篮球超分 顺势往右边一蹬 一哭起来要倒咖啡 好 打进篮球超分 打进篮球超分 嗯 嗯 把粉球再拿下 火箭他想上来也没法上来了 是吧 上局确实出现了一个就是比较反常的情况 张恩达超40分 领先75分 那火箭啊 领先 对 就是75分 哎 粉球打进 这个黑球就免打了 4比2了